好 那麼這次醫院的群聚感染 也讓人回想起十八年前的SARS 當時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都感覺到說這一次桃園醫院的 疫情變化 就好像當年SARS的事件重演了 如今指揮中心下令說 桃園醫院要進行封院 而當年扛起收治SARS病患重任的 這個馬接醫院急診室 主任張國宋就提醒說 包含了像是在醫院裡面的 這個點滴架 還有病床的欄杆 另外像是門把的部分 還有這個馬桶 就是沖水的這個壓把 這一些都是重大要採檢的熱區 千萬是不可以放過的 那麼另外這次桃園醫院 確診連環報 當時擔任和平醫院急診室主任的 張鈺太就建議說 收治確診病患的這些專責的醫院 不應該再分心去做其他的門診業務 應該要專心的來抗議 才能夠真的把風險降到最低 但十八年前的SARS惡夢 沒有人想要重來 桃園醫院上午還開放部分 可以看診 下午指揮中心一聲令下 清空醫院 但亡羊補牢要補更牢 當年SARS衝鋒 現證的馬接醫院急診室主任 張國宋千叮嚀萬交代 環境採檢病毒四大熱點 一個都不能放過 當時站在和平醫院急診室第一線的張鈺太認為 因為疫情要匹疾太來 收治確診病患的專責醫院不能再能者奪牢了 因為醫師一旦接觸了確診病患 又再去看顧其他不同疾病的病人 醫生回到休息室看看雜誌喝喝水 下一個醫師又走進來休息 這病毒就向大罪接力 探病的家屬接觸到了 走出醫院走進社區 野火燒不盡 以專責醫院來講 萬一疫情發生 你要收確診病人的時候 你就不能再 又收什麼其他的健康的疾病的病人進來住院 包括門診 你都要 就是要終止 後來為什麼會演變到這樣 我想應該是說醫院 他想要生存下去 他需要業績 他才有辦法 因為不能一直靠政府的補助 張宇泰認為不要讓噩夢輪迴 就要專責醫院的醫護人員 專心的救苦救難 別為難他們當分身乏術的牽手觀音 華爾新的黃敏慧 方啟年 台報道